其实《破坏之王》中的这一段 完全是林国斌的临场发挥 但你绝对想不到 断水流大师兄这个角色 一开始的人选竟然是黎明 除了他的外形和原著十分相像之外 还有他四大天王的头衔 有着非常高的人气 可事与愿违的是 彼时的黎明由于档期冲突 根本抽不出时间 这让行业万般无奈 一时半会也找不到合适的演员 当好友蓝结英在得知此事后 立马想着推荐了 被称为低配版黎明的林国斌 也不能说非常像 那简直是一模一样 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 星爷就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要求 林国斌听完都懵了 还以为星爷对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这是星爷连忙解释说 因为原著漫画里的人物大师兄 是一位空手到高手 有八块腹肌 这么做只是想看看 你的肚子上有没有坠肉 然而在看完林国斌 干净利落地伸手后 星爷直接拍手就好 当即要请他出演断水流大师兄一角 很快电影正式开拍 结果拍到暴打黑熊的戏份时 林国斌总觉得不太对劲 他认为这段戏还是太过保守了 完全没有拍出大师兄 目中无人 心狠手辣的感觉 于是向星爷提出意见 深情加息 而片中那句挑衅的经典台词 其实就是林国斌在片场的即兴发挥 因为我只会训练精英 绝对不会接受 垃圾 看我干嘛 你把我当垃圾 不是啊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垃圾 而监视气前的星爷 在看到这一幕后 也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 一个字 绝 其实电影《破坏之王》的女主角 最初的人选并不是中立体 而是跟星爷有过合作的龚立 但是两人在拍摄 唐波护点秋香时 相处得很不愉快 因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有着偶像包袱的龚立 一直无法融入星爷的无厘头风格 不仅在造型上多次否认星爷 在表演上也显得束手束脚 因此在《破坏之王》开拍前期 星爷经过深思熟虑后 将女主换成了中立体 虽然在后来的采访中 龚立也表示很后悔当初的做法 但也为时已晚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很后悔 我就没有好好地去参与进去 而中立体在拍摄《破坏之王》时 却也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从小在国外长大 导致他根本听不懂粤语 也就无法跟一众演员搭戏 在片场女人交流只能讲英语 正因为这个问题 中立体也一度想过放弃 还好星爷一直陪在他身边 每次拍戏前都会和他耐心沟通 才支持中立体拍完了这部戏 也因为这部戏 中立体竟然喜欢上了这个热心 又有才华的大哥哥 面对媒体传出两人之间的绯闻 热辣大胆的中立体 直接在节目中自爆 曾经追过星爷 甚至还向他求过婚 或许当时的星爷忙于事业 又或者别的原因 两人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周星驰和李立驰拍电影 到底能有多搞笑 竟然用抽签决定谁当导演 当年星爷在首拍破坏之王时 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因为这是他首部自导自演的电影 由于没经验 他拉不到投资 于是找来好友李立驰助阵 开机前两人就约定好 李立驰只是挂名导演 具体拍摄的事项 还是由星爷决定 实际李立驰在看完剧本后 突然反悔了 表示自己想要导演这部戏 星爷一听这话 编剧古德昭看不下去了 于是给他们想了一个好办法 就是用抽签决定谁当导演 面对这一提议 两人都无话可说 最终星爷在赌胜光环的加持下 成功出到导演之位 而李立驰同样只是挂名导演 面对这样的结果 李立驰开始还在悔恨自己运气不好 但看着星爷在片场 整天忙来忙去的样子 心里突然平衡了很多 看别人干活就是舒服 不仅要扫地捡垃圾 还要负责端茶倒水 而星爷看着李立驰 每天早早来到片场 李立驰听完不气烦笑 就喜欢你讨厌我就干不掉我的样子 就在李立驰得意之时 转头去接到投资方打来的电话 质问李立驰为什么电影还没拍完 原来星爷第一次做导演 由于经验不足 导致拍摄进程十分缓慢 本人打算在圣诞节上映的电影 最后只能退时到春节 这么一来预算只能抄了又抄 这下作为挂名导演的李立驰 只能全盘背过 整天挨骂 但好事多磨 这部电影最终拿下3690万的票房 也算没有辜负星爷 又倒又演又跑腿的辛苦